快来看一下 这是不是你画出来的立体魔镜粉纹路 刚画上去是比较立体的 但是我们还没等照灯呢 这个小纹路就已经趴下去了 照灯之后我们再去蹭魔镜粉的时候 又蹭到我们这个假面上买买抬抬 无论咱们用手刷怎么扫呢 这个假面上还是依然的不干净 这应该是很多宝贝遇到一个比较苦恼的问题 接下来这个视频你一定要看好了 我们蹭这个立体魔镜粉纹路只需要两两东西 这个底色你任意打底 然后我们上一个俄式磨砂封层 这个磨砂封层是不沾粉的 然后我们画这个立体小纹路的时候 你一定要用到一个不流动的叫做大力胶 它们两个搭配呢真的就是完美组合 一个不沾粉 然后你画完这个小纹路它还比较立体 就这个小纹路啊 你可以画完好几个手指的在一起照灯 它都不会趴下去 而且就是你画上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你画的有多立体 你蹭出来的魔镜粉它就是有多立体 照灯之后呢 我蹭了一个颜色的魔镜粉 你看这个小纹路画出来是不是比较精致 而且比较细 表面上多余的小副粉 我们拿手刷轻轻的一扫就会很干净 上手再给你们来演示一遍啊 底色我打了一个奶白色 上面叠加了一层蛋壳胶 然后涂上不沾粉的额式磨砂封层 咱们再用大力胶去勾出那种立体的小纹路 这个小纹路你随意啊 你喜欢什么形状你就画什么形状就行 照灯之后呢 咱们蹭了一个银色的魔镜粉 你看这个立体小纹路是不是特别立体 而且副粉一扫之后 这个指甲上特别干净 就是这块大力胶啊 它真的是特别好用宝贝们 不仅粘钻不流动 而且画纹路它还比较立体 它是透明状 给你们挂在下方小车里